马英九总统的明星指数又下降了 是因为跟对岸唱起双簧了吗 来看我们的特别报道 我们赶快来看到这是远见杂志最新的民调调查 二月份的一个状况 结果马英九总统的民意调查相关的指数 全都在下滑状态到底怎么回事呢 其实不只是马英九包括了行政院长吴敦义 国民党的信任指数通通都在下滑当中 那么指数显示出指证团队的表现 现在来到的是有失明星的一个区块了 这么多明星指数政治指数经济指数执政指数 以及经济的指数现况 我们看到全都是绿色都处于下滑的状态 为什么会指证到这个时刻又出现有失明星的一个情形呢 很多人解释说恐怕跟最近的共谍案 台湾嫌犯遣送到中国去 以及物价不断的涨涨涨 但是我们政府都拿不出办法来处理 应该是跟这些问题都有关系吧 那么在这个时刻 民进党立委立刻大骂马总统要求 行政单位说呢 这个公文里头不能够写中国 结果这样的一个作为对岸的国台办 可是大大的称赞 这让民进党认为说 中国又在吃我们的豆腐 马总统这么做真的很离谱 平2012连任把总统动作频频连堂架要涨都出手喊咖 只是这样的作为并没有反映在民众心上 因为根据远见杂志民调中心调查 明星指数政治信心数值都没过半 经济指数更是只有30多 马总统吴院长以及国民党的信心度更是呈现下滑 落入有失明星的区间 倒是民党主席蔡英文信心指数过半 马总统民调下滑 数字会说话 共谍案台湾嫌犯遣送中国还有物价蠢动 恐怕都汗心性度下降脱离不了关系 民党立委更痛批 马要官员称大陆不称中国 获得国台办嘉许 总统府根本就是汗对岸唱双簧 骂自己人骂得很大声 对外却一筹莫窄 这样的政府其实是让我们跨跨跨去 那今天艾奎诺说他奉行一中 那是不是你在配合演出 总统府第一时间发出新闻稿批评蔡英文两岸论述空洞 只是对比菲律宾的一中论述 总统府没有第一时间谴责 也难怪民党质疑马总统态度差很大 甚至我做不到 看到马总统的一个信任指数不断的下降 对于民进党而言要冲2012是不是更有机会呢 民进党终止会已经敲定了总统初选时长了 5月4号会正式的做公告 要采取的是一个对比式的民调 包括天王小英 苏贞昌 吕秀莲 甚至有可能会不会有谢长田 通通要对比跟马英九的一个民调 看谁赢谁就要代表民进党了 所以现在有意参选的人呢 3月底以前一定要来表态哦 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 苏贞昌说呢 这个进而不争的过程 他期待整个状况都是圆满的 而前副总统吕秀莲也说 那就尊重党中央吧 不过今天他动作频频 昨天呢小英主席才发表了他的两岸论述 今天吕秀莲也正式宣布要成立一个中国研究中心 找来中国研究学者吕秀莲的中国研究中心成立 两岸论述祭出八年部总统金燕潭 每一个人各说各话 各提一套主张 这样严重断层的话 即使获得民进党的提名 而不知民进党执政时候的各种政策的延续性 又如何叫做代表民进党 再度重申他提出过的九六共识 才应该是两岸基础 似乎要和蔡英文的智库别苗头 从台北超越台语北到I love new 到我当时背不起来 那叫什么 何而不同 何而求同 我真的生性鲁钝 我很用心想要了解 我到现在我还不了解 不谈总统初选 却刚好选择出选办法拍板隔天开记者会 民进党全民调将包含五家民调公司 也决定要和国民党的候选人做对比式民调 若4月6号前协调不成 4月底最后一周以民调决胜负 5月4号就会公布人选 全台湾2300人 只有一万五千人会接到这样的电话 这个制度本身有没有问题 我每一次发言都是为大势大飞 什么方法都好 只要大家谈好 大家共同决议了就好 任何人选有不同意见 担心征提名 伤隔气 已经有党内立委喊话 要团结 至于选不选呢 任何人选选择暂时卖关子 三立新闻 杨瘦金江一红 台北报道 民进党的总统初选提名时程 已经排版定案了 那么今天也立刻就有所谓的台派学者 要